你會發現enjoy真的是 他就產生這麼多東西有沒有看到展開來之後呢 就這麼多東西 但是這些東西 暫時你看不懂的也不要被他嚇到 你只要掌握藥學 我們畫面上面會用到的就是Layout Layout有點像是 網頁上面的那個 就是網頁上面的那個 就有點像網頁 有點像網頁 那程式部分的話呢基本上就在source裡面 所以你 目前只要知道的其他看不懂沒關係你至少你要知道 我的畫面UI界面的部分就是由他來決定的 他是一個什麼檔呢 XML的檔案 所以呢我只要把XML檔案你把它當 網頁來設計 其實概念上差不了多少 只是說他是一個App的畫面 那畫面上面要怎麼去設計呢 我想你們也慢慢要跳開那個 PC的設計概念 因為他是一個App 將來使用的人是用手指頭 點 而不是用滑鼠 也不是用鍵盤 所以你要善用那個 手機上面提供給你的任何的控制元件 包含什麼呢 包含就是 Touch 對 甚至是什麼GPS 你可以知道使用者現在的位置 甚至是什麼呢 他有一些水平儀 有沒有 他可以旋轉或者是陀螺儀之類的 諸如此類的一些控制的方式啦 不過比較簡單的就是Touch Touch的話就Touch那個Button 所以你Button的話按鈕也不能做太小 不然的話他還要這樣 輕輕的點 對不對你要做大一點點 盡量用什麼 用直覺的 就是上面盡量用一些圖形畫界面 讓你要比較好可以一下就可以上手 其實App的好處就是說 你不需要學習 就會使用 這就是好的App 你不要把所有東西所有功能都放在一個App上面 人家連用都不知道從哪裡開始用起 OK那首先的話呢 我們第一個是界面部分 就是Activity裡面 這個 然後呢開起來之後在這個地方 那他細節的部分呢 就是在這裡 蓋藥 那蓋藥裡面可以看到哪些東西呢 他現在的版型 Layout就是版型 是一個Relative Layout 所謂Relative Layout就是相對 相對的一個關係 也就是你將來你如果有個Test View 他預設會有個Test View Test View就是有點像是那個Label標籤 他只能夠 秀資料但是不能填資料 如果你要填資料的話 另外有一個叫做 ADTest 就是有點像是那個 文字方塊可以填資料 他預設裡面就有個HoloWord 那底下的話有個Proper 都可以說